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可惜你早已延续消失在人海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lvin 欢迎大家回来歌唱小教室 今天我们来讲到歌曲教学的时间 我们来讲的歌曲是由刘若英的后来 后来这首歌其实是我自己也很喜欢 有几样东西我还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首先我们先讲一讲副歌的位置 因为小见地其实是副歌开始进入 副歌唯一要注意的东西就是 它那个 ho lie ho 一定要这样唱 否则就没有精髓了 后面那个 ho lie 终于再 这个位置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这样做 而且刚才听我唱的时候 也会有些气声去做 我们可以用一个high lyrics 的 decompression去做 ho ho lie 就是这种气声 其实会挺合适的一首歌的 当然了 主歌我就觉得没什么太多很特别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照去的 主歌大家都是比较soft的那种感觉 橘子花 白花瓣 这个就是我觉得到了最后也已经完了 这一段也都有pre chorus 就是在副歌之前的 chorus 这个位置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多一点 例如是 那麼已後 你都如何回忆我 帶這小火時很沉默 這一套可以多一點力 因為由最悟用於主歌之中 比較努力與主歌有比較強烈的相 Forex 這首歌也是介紹的 我即時可以教大家 因為如果喜歡聽這首歌的人 會發現原本的情形起 有些沉氣的 那你們看看有什麼方法令他們沒那麼沉氣 那最後這裡就重複一次副歌 就像剛才那樣唱的 那如果你說我想第二次的力度再加大一點 我們可以怎樣呢 我們可以可能放低一點的Lyrics 我們把Compression加大一點 但不知道我沒有聽的 Let's go 類似的感覺 有些人一旦錯過就不再 你聽到大概可以拿一個這樣的感覺 最後這一句我覺得跟副歌接下去很接近 叫做Ultro 基本上都是像副歌那樣唱的 這首歌我自己覺得換氣位不算很難 基本上每一句都有清晰的指示 所以大家照著 通常那些摩鏡歌詞 一個斬開的位置 一個斬開的位置 通常都對的 所以我不多說了 講一下Structure這一段 我自己有一個提議 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一首歌 如果我自己唱的話 我會斬的 我會斬走主義 因為主義很沉氣 那一段由 那時候的愛心去到 以後我會斬了 就是我會唱 就像上次當天的 千光就會駁下去 因為這裡 其實已經很沉悶了 再沉悶一分鐘 我覺得會有一點多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是自行自唱 或者有人幫你彈琴 可以斬主義 然後 但是你說 我真的很想留主義 那可以怎樣做 我把主義搬位 我從這個位置 我從這個位置 搬回去 我從這個位置 開一段 身 就是從這個位置 去到主義 然後再唱一段 去附 然後到尾 這樣走 整件事的流程會順 所以主要的斬著 就是主義 我自己上次表演的時候 基本上我沒有唱到主義 這樣走 這首歌是四分鐘 我覺得挺舒服的 但如果有了主義 就會五分鐘 有一點長 這個大家可以斬著一下 所以 這個組織 我覺得 比起現在的流行曲 是比較複雜的 就是多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看 怎樣走 行不行 今天關於後來的歌曲分析 歌唱教學 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分享三部曲 以及分享喜歡唱歌的朋友 記得記得 如果有更多的歌唱教學 我們之後會做 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 給我 有什麼歌是想我去教你唱 或者教你做的 希望收到大家的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